刚才欲烈火 欲大欲情 三十多岁的安琪已经结婚七年了 七年滋养刚刚好 安琪已经感受不到丈夫以前的宠意了 丈夫老是加班 回家后就是玩手机 玩完手机就是睡觉 安琪认为自己还是很年轻 不应该这么早接受这种无趣的生活 有一天晚上 安琪好生好气的和丈夫沟通 没想到丈夫这样回答 丈夫说 都已经老夫老妻了 没必要 丈夫的回答无疑是给安琪绝望 刚才班的安琪不甘与之生活 在一次偶然的派对上 安琪认识了英俊潇洒 高大帅气的阿杰 阿杰与安琪的年龄差不多 两人在派对上聊得不错 就相互留了微信 从那以后 安琪就经常找阿杰聊天 而阿杰也是很热情 从聊天中 两人相互了解到对方 都是相同的遭遇 婚内无碍 所以两人就特别默契 渐渐的两人越来越熟了 无话不说 安琪仿佛在阿杰的身上 找到了初恋的感觉 非常沉溺 有一天 阿杰主动提出了见面 安琪当然是又惊又喜了 安琪化妆 穿高跟鞋 穿漂亮衣服 就是为了给阿杰留下美好的印象 见面 见面后两人仿佛就是干财遇到烈火 一触即发 他们俩都很喜欢这种感觉 从那以后 两个人就开始疯狂的约会了 有一次两人在一起逛街时 刚好遇到安琪的丈夫 丈夫二话不说就提出了离婚 安琪解释不了就只有离婚 离婚后无依无靠 她打电话给阿杰 却发现阿杰已经将她拉黑了 干财遇烈火遇大于情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有趣的生活 但是面对无趣的生活时 我们也要对婚姻忠诚 对家庭负责 干财遇烈火的画面或许很美 但是绝不能长久 我们应该学会维护爱情 坚守婚姻的幸福